你知道嗎 最近Bloodfoot他們又透露了更多 關於我們第20次更新的更新內容 至於他們這一次所透露的更新內容 實在是非常的酷 那你們就來看看他到底透露了些什麼內容吧 Yo 哈囉 大家好 我是Tim 今天我們又回來Bloodfoot 至於今天我們回來Bloodfoot 是因為你可以在螢幕上看到 這個東西是我們叫Girl的伺服器 這個Girl的阿斯有點類似於Disco的東西 至於這裡我就不再詳細多數的介紹 就是你想要加入的話我會把這個伺服器的連結丟在我們的留言區的地方 點下去就可以直接加入 當然先跟你講這跟Disco是不一樣的東西 他是另外一個完全不一樣的程式 但基本上運作的裡面的方式都是跟Disco完全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個是Bloodfoot最近他們在移植的地方 就是他們想把那個主要的那個發布東西都移植到這個地方 當然主要還是會在Disco 但重點是這裡也會有 而且這裡的發布的更新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這個不是重點 今天的重點呢 是我們要來看他們所在這個伺服器裡面 發布的一些更新透露內容 那如果你喜歡這系列的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的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幫我的頻道點下一個訂閱 將才不會錯過我以後頻道的更新影片 也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 這樣你就可以與我還有我的觀眾們一起聊天 連結的話放在下方說明欄 點擊就可以直接加入 那我們就開始影片吧 好首先我們來到這個伺服器公告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他 他們發布了一些有趣的內容 這個如果你有在我的Disco伺服器裡面的話 你會看到我有在裡面偷偷發了一下 可能有一些人已經提早看到了 好首先我們看到第一張圖片就是你看到的 這就是我們的一些 BlastFuture的武器造型的一些重做嗎 對我猜可能是重做 你可以看到這些武器真的是看起來是超級酷的呀 然後那種呢動漫風都有點出來了 但我不確定啊 就是這些武器啊他的上面的這些圖片的重做 是到時候拿到武器真的會變這樣 還是單純只是他圖標 就是他顯示的圖標在重做 他拿到的武器還是原本遊戲的原本樣子 我不太確定這我無法跟你確定 那我們先從左邊看過來 左邊這個不確定好像是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刀耶我曾經沒有看過 如果有知道的人可以在留言區留言一下 然後第二個呢是我們雷棒的第一型 第一型態這樣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的瓦登獸這我知道 然後第四個呢是紅髮刀第五個呢是那個 那個布魯克的那個刀對 然後第六個呢是那個 是我們pipe是我們水管這個是水管 這根本就是狼牙棒了吧 哪裡來水管這名就是狼牙棒 那我們直接看一下第二張吧 我們就一張一張來慢慢看 好這個是我們的 Light Spear 這個第一個Light Spear呢是 他不是一把刀他是那個 山山果實就是你使用山山果實的時候 不是手上會拿著一把弓箭嗎 那個就是我們現在這裡 這個是他的重做以後的樣子 當然也不確定是不是真的以後就會長這樣 這不太確定 然後第二個呢是我們那個龍三叉擊 然後第三個是我們那個雷棒的第二型態 就是我們正統的雷棒 然後第四個呢是我們的重力拐杖 第五個呢是我們的煙霧拐杖 第六個呢是我們的鱗魚刀嗎 這個應該是鱗魚刀吧沒記錯的話 然後第七個是Mid Live 是我們的午夜刃 沒錯 然後第三張圖片呢看一下 第三張圖片這個是我們正常的三叉擊 然後第二個是那個在山海拿得到那個可以一直亂揮的東東 然後第三個呢是我們的那個白鬍子的刀 第四個呢是我們龍獸長刀沒什麼用 也沒什麼也很少知道這樣 然後第五個呢是我們最基礎一開始的刀 就是那個我們最基礎一開始的那個卡塔娜 我不知道怎麼講他 反正就是最一開始的刀 然後第六個呢是 好吧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這把刀 然後第七個呢 是這個 也是類似狼牙棒的東西 這個我知道 但也是沒什麼在用的 那 看一下第四張圖片吧 好這是我們 好這是我們第四張圖片 這個呢是我們的那個萬聖節鐮刀 他重做的樣子啊 其實跟原本看起來沒有差太多 倒是他上面好像本來有個東西已經被移除掉了 但看起來確實酷了一點也沒錯啊 然後第二個呢是我們那個最近PVP很流行的那個 雙鐮刀嗎 應該說雙鐮刀吧 對 然後第三個呢是我們的櫻花刀 第四個呢是我們的諾叉 也就是我們諾三叉級 然後第五個呢是那個大媽刀 就那個有雷射光超酷 攻擊力超遠那把刀 然後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一些 有點比較傳奇刀就是比較酷子刀那種 首先前面這三把就是你知道我前面的那個 三刀流的影片我有 真三刀流的影片我有介紹過 就是那三把傳奇刀就是 從最後會長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呢是我們 羅的刀也就是我們coco 然後第五個呢是我們的這個應該是 我突然忘記這個中文要怎麼唸的就是 呃 好不好我突然忘記這把刀的名字怎麼唸的反正這把刀很強 也是PVP如果你是刀玩家也是很好用的刀 然後第六個我知道是研磨 那第五個我突然忘記他中文怎麼唸了 記性不太好 然後接下來最後一張圖片呢就是你也我都看過是在上次我在那個 24更新的透露內容裡面有放過的圖片他這裡又再放一次 啊那沒錯那他這裡 這裡就是他全部放的一些他的一些更新透露內容 他這裡只是放了一些他關於一些刀的那個重做而已 當然刀桌也不確定是不是真的刀都會長這樣 當然有可能啊這個只是他刀在圖標上面的一些重做就是 你以後在物品欄上看到的刀可能是長這樣 我猜啦我個人的猜測是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別忘記幫我們影片點下一個喜歡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更不要忘記加入我的disco伺服器 連結的話都放在下方說明欄 那你對於這次的更新內容 覺得怎麼樣呢 你覺得那些重做的刀好看嗎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發布你的看法 讓我知道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 掰掰 掰掰 by bwd6